他是陕西头号汉匪董镇 外号耸祸 被村霸欺负35年不敢反抗 却因母亲坟墓被毁一夜之间 性情大变 提着砍刀直接灭了仇家满门 但村民们不仅不害怕他 反而还将他称为执法者 真男人 那么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1992年的一个夏天 陕西延安地区 一个偏远小村的夜色中 迸发出一阵惨叫 原本正在新房里举行喜宴的郭家人 突然间匆忙逃窜 有的跌倒在地 有的跌倒在门槛 场面十分混乱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这个村子里 一个叫董镇的男人 他来自一个落魄的地主家族 这一晚也就是他35岁生日这天 他终于爆发 拿起家传的双刀 为自己和逝去的父母报了仇 1957年的冬天 董镇出生在陕北 一个贫困的村子里 他的家族 曾经是这个村子的地主 有着上百亩的粮田 和树间砖瓦大房 祖辈积累的财富 可以供他们几代人衣食无忧 那些青砖瓦房 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住下几十口人 上百亩的粮田 更是这个山间小村 最肥沃的土地 每年都可以收获 颗粒饱满的庄稼 但好景不长 新中国成立后 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 将这些地主的地位一下推翻 他们不仅被剥夺了 大部分财产 还被贴上了 阶级斗争的标签 成为批斗对象 董家也不能幸免 他们的房子被政府征用 上百亩粮田 被均分到村民手里 只剩下区区几亩 可以自主耕种 更悲惨的是 董镇的父亲董祥 还在批斗中 被打断了一条腿 成了残疾人 一夜之间 从地主沦为电农 董家的生活 顿时天翻地覆 他们从宽敞舒适的大房 挤到仅有一间的茅草棚里 吃穿用度 全靠自己种出来的庄稼为耻 更让人难堪的是 尽管他们已经一贫如洗 但村里的人还是无法忘记 他们地主的身份 仍然抱着成见和偏见 董镇自小就无辜地承受着 来自四面八方的白眼与欺辱 从记事起 董镇就常常受到 其他孩子的欺负 村里的小男孩们 总喜欢三五成群地堵住他 把他围在中间辱骂 也会随手拿起泥巴 丢向他弄脏他的衣服 而每当董镇想要反抗时 总会被打得更惨 久而久之 董镇养成了不与人争执的性格 他从小就非常内向 害羞腼腆 说话结结巴巴 再加上父亲董镇的教导 让他遇事 只知忍气吞声 以至于董镇每次被人欺负 都只会默默地忍受 然后自己躲起来哭 村里的大人们见他 如此懦弱 也开始轻蔑地叫他 损获 这让董镇更加自卑和自闭 最终一个人孤独地长大成人 他的父亲董镇 一直想为他找到一个娶妻的对象 然而村里的每一个女孩子 听说要嫁给耸货董镇 都会毫不留情地拒绝 因为没有人愿意嫁给一个 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软蛋 1991年陕北地区 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 整个地区日照四火气温 高达四十多冬 耕地勾贺烈 庄稼日渐枯黄 村民们无论如何灌溉庄稼 都无法抵御大自然的力量 到了秋天时 整片田地已经荒芜不堪 根本收不到任何口粮 这场大旱让陕北村民们陷入绝境 不少家庭都在接下来的寒冬中 灶火不吹饿着肚皮 董家更是难逃这样的厄运 旱灾过后 他们仅剩的吉姆稻田 已经啥都没有 为此 董家用仅剩的一点积蓄 都用来购买口粮渡过难关 但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 董镇的母亲还因长期营养不良 而病倒在床 董镇和董祥为了治母亲 又找医生开药买营养品 把仅剩的钱都花在了这上面 可母亲的病情还是日渐恶化 最终在1992年初的一天 董母还是撒手人寰 留下老公和儿子在身后 董家二人十分悲痛 却拿不出钱办丧事 他们只能在自家田边草草埋葬了他 就在董镇正为母亲下葬的时候 突然有人闯进董家的院子 来的正是村里 一个名叫郭宝财的村霸 郭宝财这个人 是村里一个恶名远洋的恶霸 他最大的靠山 就是自己的舅舅冯某 是这个乡子的乡长 有了这样一条硬关系 郭宝财在本地可以说是片甲不留 只要他想要的 没有谁敢抗拒他 再加上 他还跟本地几个江湖人物关系匪浅 手下养了一群不怕死的暴徒 所以整个乡镇都被他们兄弟称王称霸 郭宝财最擅长的勾当 就是吃绝户 只要瞅上哪户老人家 没有子嗣传承 他就会带人敲门 要钱 要房子 有的老人家 为了几十年积累的家业 不落入他手中 只能掏出全部家当 付给他果子费 如果有人想反抗 郭宝财就会派手下暴力威胁 最后还是得把人家的东西卖给他 这一次 他盯上了董家这个弱小耸货 准备一举吞掉董家仅剩的房子和地 董正对郭宝财的要求态度坚决 他义正词严地说 这是他们父子仅剩的住所 更何况就在旁边还埋葬着亲人的墓穴 他们是断然不会同意出售的 但是 恶霸根本不将老实人的感情放在眼里 第二天 郭宝财就带着一帮流氓强人来到董家 把董祥父子杆杆鸭子上架式地赶出家门 还把人打得鼻精脸肿 董正心中暗自磨牙 却也无可奈何 只能搀扶受伤的老父亲 在田梗上草草搭了一个茅草棚充当住所 风雨无阻 他们只能依偎在这简陋的茅屋中度过难熬的岁月 董祥本就身体残疾 这一遭打击更是雪上加霜 没过多久 他就在愤闷中离世了 董正悲痛地将父亲和母亲葬在一起 而就在他正为父亲下葬之际 那个可恶的郭宝财又出现了 之前的事并没有让郭宝财的兄弟们收敛 相反他们变本加厉 无所忌惮 不仅霸占了董家仅剩的一点田地 还盯上了董正父母的坟地 董正忍无可忍 决定向县衙告状控告他们的暴行 但郭家兄弟的靠山乡长 似乎早有准备 三次都将他拦在路上 不让其进入县衙大门 被一再阻挠后 董正恼羞成怒心有不甘 他是要为死去的父母讨个公道 就在董正第四次踏上告状路途的时候 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恶号突然传来 他的祖坟地已被推平 就连父母心坟也被夷为平地 这无疑是对他最大的侮辱和打击 董正彻底崩溃 他终于意识到 法律与正义并不能给他想要的安宁 这一刻也注定了郭家仁的血案即将发生 多年来 董正一家饱受欺压和歧视 却从未反抗过一次 他们老老实实地忍气吞声 希望能感化这些恶霸 但是他们的善良得到的 只有更多践踏和凌辱 特别是郭宝才这伙人 仗着自己友人罩着 简直目无法际 毫无人性可言 1992年5月的一天 郭宝才建成了一座豪华洋房 正在里面设宴庆祝 村里的宾客们喝得鸣鼎大醉 各个歌舞升平 就在这个时候 多年前那个老实芭蕉的 耸货董正突然现山了 他手持两把长刀 敲无声息地堵在了茅侧门口 很快 两个醉生梦死的郭家人 一前一后地走了出来 还没来得及发出惊呼 就被董正手起刀落 斩首余地 董正提着两个血淋淋的人头 走进大厅 猛然扔在郭宝才的酒桌上 一时间惊呼声四起 郭宝才行转过来 这才发现 眼前的人正是当年 那个老好人董正 他大吼一声 骂董正这个疯子 怎敢闯入他的家宅杀人 他傲慢地呼唤手下 上前拿下凶手 然而 他低估了董正多年积怨的恨意 只听哗啦一声 两人被斩首余地 接着就是怒火中烧的董正 四下乱砍 所有想要阻拦他的人 无意逃脱 全部命丧皇权 在场的宾客 都被眼前这突如其来 血腥凶残的一幕 吓破了他 他们尖叫着四散奔逃 却仍有几人落在董正的刀下 多年来 那个忍气吞声的耸祸 此刻正一刀刀 向曾经欺辱自己和家人的仇人 诉说着35年来的愤懑与不甘 当晚 董正将国家上上下下 十三口人全数杀害 连女眷幼童也都没有放过一个 等到乡民和官吏赶到时 大宅里已经无人幸免 乡里人第一次看到一个老实人 爆发出的可怕力量 就这样 陕北有了一个传说 人们至今还在讨论 这个将仇家满门抄斩 自己却悄然逃离的杀手 到底如何了 他是隐居深山 还是已经去见阎王爷 也许真相永远也无人可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从那以后 这个小村庄的人 再也不敢有半点不法行为 对于这名罪犯 你们怎么看呢